下面咱们看第三条 燃气管道供应性实验的相关内容 在此之前 咱们给大家已经介绍了 几排水管道的供应性实验 那么几水管道供应性实验名字 我们叫水牙鞋 排水管道供应性实验 我们叫盐味性鞋 包括避水线 避水线两种 好 这里看燃气管道 燃气管道在安装完毕以后 应该对管道做 管道催扫 强度实验 还有盐味性实验 那么这句话意味着 我们燃气管严味实验应该是三种 催扫 强度实验 盐味性实验 那如果今天说 我们管道不是开扫施工 用定向状法来进复射 那为了防止呢 我们复射最后回托完成以后 管道不合格 所以我们在辐射前 要先做功能性实验 在辐射前进行 此外为了防止 在定向状法回托过程中 对管道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 所以在回托以后 应该权限呢 再次进行我们的严密性实验 好 所以这个点呢 应该了解一下 此外在实验过程中 如果发现管道有缺陷 那么不能直接修补 要等我们实验结束以后 实验压力降到大气压以后 再来进行处理 言下自己说 应该在长压下来进行处理 好 关于这个流程呢 我这边给大家总结一段话 我希望大家把这一段流程呢 应该记住 这个点我们过去 是出过案例分析体 让你去排序 或让你填一些空的 好 那么关于燃气管的安装 及供应器人的要求 首先第一步呢 是进行管道的对口质量检验 解完成有没有问题 我们做管道的对口焊接 焊接完成以后呢 首先进行焊缝的外观质量检查 那如果没有问题以后 这检查比例呢 应该有百分之百 来进行管道的焊缝的无损检测 好 这个完全以后 对于我们燃气管而言 下面就要做什么呢 下面就要做很经典的事情了 叫管道吹扫 是吧 清干净 避免管道内呢 带有杂质 好 然后燃气管呢 是吧 我们是要这个 管道需要先回填到管 上方0.5米 流出我们的汗口 因为燃气管也是压力管道吧 我们是出汗口外 管节上方需要先回填0.5米 避免咱们这个实验介质 受到温度的影响 来进行我们强度实验 来考察我们管道和汗口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以后呢 我们来进行汗口回填 好 汗口回填完成以后 再来全线做我们的严密性实验 那么在做严密性的时候 应该说管道已经全线都回填到 管上0.5米了 严密性合格以后 再来把管道回填到我们的 是一标高 OK 这边给大家呢 把流程画一画 各位 我今天这个地方如果说 是我们的燃气管道 汗口 那么这里回填应该说 经历了三次 第一次首先是我们这个管节回填 留下我们的汗口 就是管节先回填到管上方0.5米 留错我们汗口 那就是我们第一次部门回填 好 这回填完成以后 下面来做什么呢 来做我们的强度实验 那强度实验如果发泄汗口有问题 将来可以进行汗口的检修 如果长度实验证明管道汗口没有问题以后 下面做第二次回填 叫汗口回填 大家看 那也就把刚才没有填的汗口 给补回填起来吧 这是第二次回填 这再填完以后意味着管道都回填到了管上方0.5米 然后下面来进行我们管道全线的严密性实验 好 严密性实验合格以后 再来回填到水比较高 那如果将来地面呢 是在这个位置 我将来进行第三次回填到水比较高 所以说真正按照规范做 然尽管需要回填三次 这大家注意 现场呢当然不是这样子 现场是审视为主 你考试的时候呢 思想需要纯紧 好 下面具体看 第一个 供应性第一方面叫管道吹扫 那么燃气管道将来走燃气 需要把里面先吹干净 那么请注意吹扫方法 包括两类 第一类对于我们的这个球木铸铁管 去一些管道 以及我们这个钢管中啊 直径小于我们十公分的钢管 或者长度小于一百米的钢管 那么请注意 我们用的方法呢叫气体吹扫 把里面吹干净 那么请注意 相反 对于我们这个直径 大于等于十公分的钢管 我们是用轻管球来进行清扫 OK 大家可以看 像对于我们执行比较大于十公分的钢管 是吧 我们在里面滚什么呢 这个清管球 是吧 滚一招以后呢 可以把里面这些汗渣尘埃这些东西给滚出来 通过这个收成桶呢 把它给回收 那么这呢 如果说我们的铸铁管 或者聚系管道 非钢管 那么或者是钢管比较细 塞不进清管球的 那咱们只能做什么呢 气体吹扫 然后下面请看 我们在清管清扫时 有什么要求 这里说的是清管球清扫的要求 好 要求管道直径啊 应该是同一规格 另外请注意 我们吹扫的方向 应该是沿着气流的方向 不能做什么呢 立项的吹扫 清扫 所以这个事情呢 需要弄清楚 好 第二件事 我们在进行管道吹扫时 具体要求 那么请追 我们吹扫方向 你看 我们叫主管支管庭院馆 好 那么言下之以说啊 咱们比较细的这个 庭院馆 我们是最后怎么样 清扫的 因为如果你说是先去吹扫这个我们比较粗的 比较细的管子 那么吹到干净以后 将内再回来吹这个主管的时候 我们一些尘埃可能又会被摧毁到我们细的管道中间去 而细的管道是容易被堵塞起来的 所以我们是先出到细的一个吹扫顺序 好 另外请注意 我们像调压器防门孔板过滤网燃气等这些设备 我们是不参与吹扫 应该把它拆除下来以后 或者做隔离操作 OK 另外安全考虑 我们在吹扫出口处呢 严禁占人 这主要是一个安全要求 好 那么管道吹扫的介质 请大家注意 我们可以用压缩空气来吹 单行吹 严禁使用什么呢 氧气和可燃气体来进行操作 那么现在还可以使用我们的氮气来进行吹扫 就多性气体和这个 我们的压缩空气 应该说都可以 可燃气体是不行的 好 那么具体在气体吹扫时 它的长度要求 我们看 每次吹扫的管道长度 不宜超过500米 那么超过500米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做分段的吹扫 这点过去考虑案例分析体 它告诉我们是聚乙烯管道 又告诉咱们管道多长 然后问我们 这管道应该如何进行吹扫 因为是聚乙烯 不是钢管 应该采用气体吹扫 那么如果说长度是三公里的话 那么咱们很显然超过500米 应该做分段吹扫 好 那么每段的长度呢 不超过500米 OK 所以这个点大家想清楚 那将来怎么检查 我们在排气口虽然不能占人 但是我们要设置白布 或者是涂白漆的木把板 将来五分钟内 如果板上没有这个铁锈成土 我们认为里面是被吹干净 OK 好 那么关于这完成以后 吹到完成以后 下面进入到我们的强度实验 关于长度实验 大家需要弄清楚 它检查对象 是燃气管道本身 和燃尽管道的汗口 当再做长度实验之前 白领管道需要先 回填到管上方0.5米 并且流出汗口 OK 跟前面讲的流程 应该是一致的吧 先进行 回填到管上方0.5米 流出汗口 然后再来做我们所谓叫强度实验 OK 好 那么我们燃气管道 强度实验的压力多大 是吧 那么请大家注意 我们这里写的吧 我们是这个 输气压力1.5倍 那也就是1.5倍的设计压力 好 并且说 对于我们钢管 和我们这个 是吧 ICDR SHEED 也是现在比较常见的一种 是吧 我们聚集管道 好 对于钢管 以及我们常见的聚集管道 是吧 我们要求 不能小于0.4 照耗 这个你要记住 1.5倍设计压力 并且不小于0.4 照耗 那么还有一种 就是ICDR 是吧 我们这个 段步标准尺寸比 是吧 我们17.6的 就管道外进出壁后 实验6的这种 聚集管 我们是0.2 照耗 但这种管道 现在用的呢 相对少一点 OK 好 所以关于我们这个 实验压力 大家要了解一下 那么燃气管道 请注意 我们的成功实验 有两种介质 第一种呢 是叫水压实验 那水压实验 毫无疑问 是以水呢 来作为我们介质 好 第二种呢 我们叫气压实验 气压实验 毫无疑问 是以空气呢 来作为我们介质 好 当然我们经典教材 没有具体写 是吧 什么情况做水压斜 什么情况做气压斜 那么根据现行规范 咱们燃气管道啊 如果说射击压力 P 大于呢 我们0.8 照耗的时候 一般来说 我们就进行水压斜 好 对于我们燃气管道的 射击输出压力 P值啊 如果是小于 等于0.8 照耗的时候啊 我们一般进行 我们的气压实验 今天照材这一点 没有具体介绍啊 如果感兴趣的话 是吧 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那么在座水压实验时 毫无疑问啊 要求管道呢 我们是 无变形无压降啊 视为合格的 说白了 没有压力降啊 好 那么这里有个通知识 我们后面讲到 管道所有的 是吧 我们 强度实验 都要求它没有压力降 因为强度实验 检查的是 管道的本身 和接口 如果强度实验 作为压力降 那里只有两个解释 第一解释呢 我管道裂的 第二解释是接口裂的 这个性能呢 应该说 都不可以 所以要求强度实验 不能有压力降 好 然后做气压实验时 是吧 我们要求 也是 没有持续的压力降 我们为合格 是吧 OK 所以这个需要了解一下 好 下面来介绍 我们阳性管道的 强度实验 完成以后 我们所做的 全线的严密性实验 好 看这里 严密性实验 应该是 在强度实验 合格以后 来进行的 并且管性应该 已经全部回填 我们先说过 我们强度实验 合格以后 可以进行 管道的汉口回填 那就把之前 我们所留下的 这个接口 把它回填起来 这个回填完之后 是不是相当于 管线已经 全线都回填 到管上0.5米了 能满足 管线已经全部回填了 再来做我们所谓的 严密性实验 OK 所以这关系 大家是要弄清楚 但它目的是为了减少 我们这个 不许多变化 对实验介绍的影响 好 那么请注意 严密实验中间呢 我们用的戒指 是什么戒指 它这里可以是 用我们的空气 跟我们前面讲的 吹扫一样 也可以使用 我们的惰性气体 来进行 那么要惰性气体 用的主要是氮气 OK 好 那么严密实验 请大家注意呢 是吧 我们这个实验 实验很长 严密实验的 吻压时间啊 不少于24小时 那这里需要 特别注意的是 这个24小时是 所有管道供应险中 检查时间最长的一个 那为什么它最长 因为燃气管道最危险 所以咱们查的时间怎么样 最长 24小时 并且 每小时记录不少一次 那么至少测呢 24次 OK 好 然后如果是我们 架空管道 对架空管道 我们是 深压到 严密贤压力以后 是吧 才用我们起泡剂 来检查 看有没有泄露 如果这起泡剂发现了 这个汗口处啊 在冒泡泡 是吧 那么说明什么呢 说明它这里是漏气的 好 所以23是什么差别 二讲的是我们 埋地燃气管道的 严密线情况 三条说的是我们 架空燃气管道 是吧 它的严密线情况 所以有同学讲嘛 23是什么区别 一个是埋地的 一个是架空的 好 这懂了以后 下面我们看 这本所对应题目 管道安装完成后 需要进行吹扫 强度严密实验的是什么管 那毫无疑问 应该选我们的燃气管道 它的特征呢 就是前面 有一个管道吹扫 把燃气管道中杂质 吹干净 所以应该选C 好 下面的市政管道中 必须进行 管道吹扫的吧 又出现这里了 管道吹扫 立马想到我们燃气管道 是吧 所以还是应该选择 我们的C想 所以我们发现这两题啊 考的C想虽然连分不同 但考的它是同一个考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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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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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